好 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了 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在对俄罗斯 那么停止一些出口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国际上大概都会认为说 我们对俄罗斯禁运不准出口 那台湾呢 我们觉得我们小国家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卖东西应该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而且我卖给你 你有没有卖到俄罗斯去 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 但现在的确出了大的问题了 现在看到工具机有出口到俄罗斯了 那其中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未来会带动什么样敏感神经的一个牵动 我们今天要跟报道者好好聊一聊 这是他们第一手的资料 也是独家的一个讯息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分享 好 先欢迎向我们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琳 德琳好 云芬姐好 大家好 好 另外一位呢 是这一次采访的记者李亦安 云芬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个德琳刚有讲说这是你们的独家 第一手的报道 这个是亦安 他跟俄罗斯记者一起合作的一个独家报道 那其实亦安也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 我觉得也是算蛮有缘分的可以跟一个俄国的流亡记者去做合作 哇 流亡记者啊 亦安讲一下 就是说你怎么会跟这个流亡记者有这样的 德琳讲的缘分 然后一起来做这种彩虹线的一个交易的报道方式 其实这个俄罗斯记者叫做Andre Zayakin 他是一个物理学家 对 那后来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比较反对普丁的 所以后来就转做记者 然后因为他的身份跟他的立场 所以他在 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他就有点像是被俄罗斯变成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就流亡到海外去 对 那我其实是透过前同事 之前在另外一个媒体任职的时候 我的前同事介绍他给我认识 对 那他刚好就是在俄罗斯的政府采购网站上面 看到怎么会有台湾厂商的机器 卖给俄罗斯政府的一些国营企业 然后有一些甚至是军工业 所以他就找到了我 然后就是想要一起合作去调查这件事情 原来有这样的缘分 可是当时就是在那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时候 那当然西方世界就开始了一些限制禁运的一个措施来制裁他 那什么时候会管到台湾来 其实他美国在管制的时候 其实他基本上是比较管制他自己国家的东西 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美国技术在科技领域里面 其实是很强的 所以他也会管制说 我的技术或者是跟我使用我的中间商品的任何东西 其实他都想要管制 那再加上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说 比如说像半导体就是长期以来大家都很关注台湾的东西 但事实上台湾除了半导体之外 我们的工具机也是一个蛮强的一个产业 甚至很多人会说它是隐形冠军 很多人不知道 但其实工具机产业 台湾的工具机其实品质还不错 可能只比日本啊 德国瑞士差一点 但我们价格很好哦 对对对我们就物美价廉嘛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可能一开始美国也没想到啦 但反正就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 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主这些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制裁之后 你就会看到俄罗斯买不到比如说德国日本的机器 他们就只要跑来跟台湾厂商买 那所以台湾在2022年这段时间 我们的工具机出口到俄罗斯是快速成长的 那这件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吗 然后如果说这件事情被公开了会怎么样吗 其实我们台湾政府在那个乌尔战争爆发之后 就已经先跟进西方国家 有做了一系列的出口管制 但是我们那时候管制的内容 其实都是包括什么半导体啊 资通讯产品这些东西 还没有把工具机放进去 所以以我们自己的法规来说 台湾厂商出口到俄罗斯 其实没有违反法规 那工具机其实也没有用到美国技术嘛 所以美国人要管也不太有办法 可是美国人看到 台湾的机器一直送到俄罗斯去 也觉得不太好 所以他们就大概在2022年底的时候 有点像是跑来施压 我们听到说法有点像是来施压 所以台湾政府才终于在2023年出 终于把工具机也列入我们出口管制的名单里面 别人再打架 然后就说你不准给他东西吃 结果你知道我们就原来都可以给的 后来就被限制了 然后很多的企业会不会觉得干我什么事 其实这个是有一点地缘政治的影响 因为美国他宣布就是要制裁俄罗斯之后 其实同盟国家像德国跟日本 他们其实在当年度就跟进 就把工具机它列入管制的范围 但是台湾可能 我觉得因为工具机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嘛 所以它是需要一些海外市场 而且我们大量仰赖海外市场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政府可能是有一点点 想说还是要给业者有一条生存的路 所以那个管制没有很立刻进行 但是就像刚才易安讲的 其实就是到美国后来 他发现怎么大家都没有运到俄罗斯 可是反而台湾的工具机到俄罗斯 居然是在成长 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 所以2023年1月 我们台湾就跟进 就开始宣布扩大这个管制 所以刚开始台湾大概只是赚一点战争财嘛 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之下 对不对 然后出口的一个管制 然后我们还可以赚一点 算算算算算是赚战争财啦 好那如果说台湾政府现在也在出口管制了 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 我迂回转禁还是可以的啊 没错就是其实我们在采访工具机业者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私底下都会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俄罗斯今天想要买一些他们没办法直接买到的东西他们都会跑去土耳其买这个是台湾厂商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对所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爬输了一下贸易数据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叫做NBD牛迈德的一个数据平台去查各国海关的资料就发现哇原来俄罗斯在2023年之后其实他们买台湾工具其实是从土耳其那边买 对那甚至有一些土耳其的代理商他会另外成立一个新的公司专门用来出口到俄罗斯去那他其实也不只是转运台湾的机器啊我们在那个贸易数据库里面看到其实被转运的第二名就是来自德国的机器这个是需要强调的不是只有台湾的厂商被买过去而已 所以你看嘛这个大家商人真的是无国界嘛对不对你在那个限制你的但我要养家活口啊对不对我有这么多的员工的这个生计要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台湾这样做德国也这样做你在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做一个调查采访真的是困难的因为资料的爬输跟那个整理对不对然后那个线索去抓起来是困难的所以这些你看到土耳其这些海关的一个资料之后 你就已经有发现到有问题了是不是嗯对确实就是因为那个下载资料下来可能就是上万笔的资料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去发现的问题呢我真的很好奇其实一开始那个俄罗斯记者他也没有想到会从土耳其转运他只是想要调查说哎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台湾的机器可以直接运到俄罗斯去因为确实虽然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台湾在扩大管制之后那工具机出口到俄罗斯的数量就大幅下跌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机器可以运过去的 原因就出在于我们现在出口管制并不是完全禁止他的那个规定是说你的机器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有个东西叫轴数工具机有很多个轴嘛他的轴数可能要到五轴同步可以进行运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会管制你出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那个你知道就贸易数据里面看到说哎确实我们扩大管制之后还是有些机器可以过去可是这些机器其实是比较没这么重要低阶的高阶的不行嘛 对对对因为你要做出那种因为我们刚好忘记讲工具机是干什么用的他其实就是用来切割金属那比如说你他是一个居民两个东西你在日常生活中用到很多东西都会需要用到工具机去制作比如说你看到比如说一个麦克风他会需要开一个模具 那这个东西就需要工具机去做切割那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想象他不只是用在民生用品上面他还可以用在军工业上面因为你要做炮弹你要做枪械全部都是一样都是需要用到工具机 有有有有我朋友在那个哎他是在那我忘了巴西还是南就是南北洲国家包饺子机器从台湾进从台湾进这这我知道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是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跟记者李一安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也就是在出口禁令之下那么台湾进行一些红线交易啊我们待会讨论到这会涉及到未来中小企业的活路还有司法红线这个问题啊动不动把你抓起来你钱赚不到把你抓起来这些可能都是未来啊我觉得很多企业主他不知道的一个状况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台湾的工具机真的是了不起啊 对我们刚刚在广告时间讲我真的有朋友就移民过去但我真的忘了因为太久了但他告诉我因为他有时候会回台湾嘛就五六七八年他会回台湾然后就会去采购什么包那什么包饺子的机器然后就就从台湾就就送过去然后就可以做生意所以我觉得工具机从民生到你刚讲的军工都有可能做到工具机好像也在做什么你可以跟我们科普一下吗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吗一安好其实我刚刚稍微提到那工具简单来说他就是用来切割金属 的一个加工机器那切割金属有很多种原理嘛主要最常见的两种原理一个就是硬碰硬你直接用刀具去做切割我们经常讲什么洗床啊车床啊这种磨床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拿一个比你的弓箭那个金属还要更硬的另外一个金属去做切割或打磨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比较特别它是用放电加工的方式简单说就是你用控制一个电流然后用高温的方式去 有点像把它烧出或是溶解出一个形状出来还有对所以工具机我们常讲工具大概分成这两种那这两种其实跟我们这次报答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出货管制它其实比较严格的是管制第一种就是硬碰硬的这种价格但是但是第二种放电这种方式加工的这种机器其实我们的管制是稍微比较松的 对那再回到讲回到刚刚讲工具机的类型它的功能来说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有点印象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台湾不是有组了一个口罩的国家队吗对对对那之所以对之所以可以这么快就组一个国家队就是因为台湾有非常强大的工具机产业所以你可以很快去生产出这些你需要的机器或是用来生产其他东西的机器所以简单来说工具机有点像是机械之母就所有的机器你都会用到工具机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只要有这个机器我就可以生产很多东西吗对包括包括枪械包括炮弹包括导弹对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毫无疑问真的是隐形冠军啊只是我们太focus在电子科技产业或者是半导体啊对工具机我们是不清楚的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就是说好从土耳其进那当然一般人的常理来讲的话我没有直接进俄罗斯嘛那我卖给土耳其了那我也可以说土耳其成立很多代理 你帮我买了以后你卖给谁关我什么事啊对我见你一把刀你拿刀去砍人了你那怪我吗这不是说得过去吗对其实我们遇到大部分厂商他们最常见的说辞就是这样子他就说我东西就卖过去了我也请他签了就是那个保证书请他被请他就是强调说他一定不能转卖给被制裁的对象对对他们都会这样讲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 现在国际间的做法就会是他会追到最上游的那个厂商也就是说他会要求最上游的厂商去负起查证的责任对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出口产业其实除了比如说像台积电啊这种你知道就是做晶片之外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对那中小企业有个特色嘛就他其实很难有资源跟能力在国外设立自己的分公司或者是办公司当然啊 那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怎么样就直接在当地找代理商嘛所以你很难作为一个中小企业你很难去掌控你的东西卖到一个国家之后他最后会流到哪边去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们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有发现他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新出现的挑战而且是对于台湾人来说特别困难的一个挑战因为台湾的经济体跟出口产业本来就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对而且我们又以出口为主嘛没错那如果说你今天还限制我出口对不对 我连到其他转运都不行的话这会危害到生计的问题啊对啊甚至他们政府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次也有采访那个AIT他们美国那边去年夏天第一次派一个官员到台湾来常驻哦这个官员的名字叫做出口管制官他就是来他就在世界各地住点然后就是去看说哎你们这个国家有没有把美国的东西乱卖到给其他地方去对那 他真的住海边哎他管很大哎对而且现在美国全世界只派出大概10到11个印象都是10个出口出口管制官其中一个就派来台湾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现在开始有多重视台湾的台湾的产业跟出口的动向所以我补充一下那个刚才一安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厂商他都跟我们强调他们卖到土耳其不是代理商 是经销商是经销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卖断给这个经销商他不是不是代理的所以我是卖断所以卖断之后后面他就他就完全去了哪里就跟我完全无关对对所以其实台湾的工具机的中小企业他们当然知道这个风险但是他们以为用过用这样的方式就会没有问题但其实不是但其实不是对就像一安讲的其实我们还是要做禁止调查这样 那除了这个土耳其之外也有透过中国对不对对也有中国那一样的问题吗都是经销商跟代理的问题吗中国比较不一样因为台湾的工具机厂商很多会在中国设产对所以他出我们在那个数据里面看到有一些东西是从中国过去的那可能是台商他在中国开的工厂运过去的所以那跟台湾厂商从土耳其绕过去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概念那中国设厂比较像是一个避嫌吗 因为中国本来就是美国其实也本来就很难去管中国做什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机器或是物资是从香港过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香港现在已经越来越像是中国了因为他们在扮演就是在国际的贸易体系里面开始扮演跟中国有点类似的角色就是台商在避嫌的一种做法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地方设工厂所以他可以直接从中国就把一些被禁运的东西被禁止出口到俄罗斯的东西就直接从中国运过去 我看到你们的那个报道在2023年1月到10月台湾的那个加工机这个输出土耳其的总量比去年同期成长了45%土耳其一举超过了中国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不过我们这篇报有刊出之后就是台湾的工具机的工会也有回应说这个成长是他们你知道台湾厂商非常努力拓展市场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要转运 但其实你可以你如果但因为我们看过那个数据啊你就会发现说真正关键的高级的工具机的成长才是最大的 其他的那些其他的品其他的一些品项其实没有这么大成长 对那刚好那些东西也都是俄罗斯最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工会这个说法可能有点模糊焦点 对对我觉得是模糊焦点在事实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真的要让大家尤其是很多中小企业了解一下目前 我觉得台湾生存的一个困境啦 那当然我们刚很觉得在广告时间我们讲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就蛮骄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先领先报导之后 未来也会在就是很多纸媒去做一些转载嘛 另外就是国际媒体也跟进了 华盛顿邮报也跟进了 对 我有你领先了了不起啊 对他们就是也做了跟我们一样的题目 对然后也挖出了跟我们就是报导里面同样的那家厂商 对那除了华盛顿邮报之外就是还有很多其他欧美的一些媒体 他们也都有跟进报道 所以这个议题在国际间是有发酵的 甚至很多人会在社群媒体上面直接tag我们的总统或者是外交部长 就说怎么可以你们台湾不是跟那个乌克兰站在一起的吗 怎么会你们的工具机居然是卖到俄罗斯去去帮助俄罗斯人打仗 其实在我们报导刊出之后 那个礼拜的外交部的例行会议上面 其实就有外媒的记者当场问外交部这个问题 那时候外交部的回应就说 这件事你要去问经济部 就一直神引到过年 很典型的 就部会之间踢踢 然后除了刚才一安讲的外媒 其实台湾的媒体也有人在追 像我知道同一天下杂志也有人在追 他们的线索是来自一份 就是说美国其实早就在关注台湾的工具机厂商 他们关注了九十几家厂商 有一个名单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就在新闻竞争上 我们是有一点点幸运 就是说一安我们是第一个推出这个报道 但其实这个主题是很多人都在关心的事情 对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 说实在我很纠结 第一个这是民生大忌的事情 这是台湾中小企业的命脉 它没有办法跟大企业大财团相比 它也没有什么样的资源 我今天还是自己要养家活口 我还有员工的生计 你们大人吵架危急到我 我以后何去何从 台湾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小企业 其实你的纠结也是我跟一安 在做这个题目的纠结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想到几个理由 第一个就说虽然工具机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产业 但是俄罗斯市场老实说只占我们出口的百分之四 它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 但是现在大概只占百分之四 我们大部分的市场还是在美国 中国欧洲这个部分 所以你要不要为了这个百分之四的市场 去失去了大部分的市场 因为你知道万一你这个转运的这个东西 如果真的被美国知道 而且它把你列入制裁 其实你变成你很难跟别的国家做生意 因为你变成黑名单之后 大家就不愿意跟你做生意了嘛 所以你要不要为了这百分之四的市场 失去更大的可能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市场 这是我觉得中小企业组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 一个是看短期一个是看长期 那这是我跟一安后来我们觉得说 推出这个报道 我们不是要很究责现在的中小企业在转运这件事 而是要提醒他们这个的风险所在 不过刚刚一安来 因为我看完整篇报道的时候 我就跟一安在分享 我就说现在大家都会知道说我卖出去 至于用什么经销的方式或代理的方式 可能别人不知道 可是也许以后如果美国就规定说 你们都装个晶片 晶片很小啊 连别的指甲片都还小啊 装进去之后 你到哪里我都追踪得到 所以你也别想骗我 对你有没有转运到其他地方 一个晶片就可以知道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 必须要去面对残酷的一个事实啊 那刚刚我们也在聊到 就是说在爬梳资料都很辛苦 然后有一家公司 我也觉得特别有趣叫iMachine 这也是你们在土耳其 这个采访到的一个问题点啊 那是不是请一安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是我在爬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 台湾这边有个出口商叫iMachine 然后俄罗斯那边也有一个出 有个进口商同样也叫做iMachine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不是同一家公司也像一条龙啊 它在台湾和俄罗斯都有公司 然后在做件事 所以我就去调查了一下这间公司 我就发现很有趣 哇原来这个iMachine 俄罗斯这个iMachine 它就是在2023年期间 从土耳其绕道取得台湾工具机的第一名 排名第一名的厂商 就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宗的一个进口商 对所以我就又去爬梳了一下 台湾的这家iMachine 才发现这两家公司 对是密切 非常关系密切 所以我就是找到了台湾这个iMachine 就是它的中文名称叫吉胜国际 然后去爬去找到这个公司 负责人它的脸书 我就发现它真的从2008年09年开始 就非常频繁的出入俄罗斯 然后也在它脸书上面发现 它跟俄罗斯iMachine合作业者的照片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就有点Bingo的感觉 就是有点查到了很多的证据 然后就慢慢开始去看说 这家公司怎么样在2022年的时候 它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还没有扩大管制工具机出口俄罗斯 所以2022年的时候 在台湾这家iMachine 出了大量的机器到俄罗斯的iMachine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德国跟日本都已经不卖给俄罗斯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生意变得非常非常好 我甚至还在YouTube上面 找到这家公司的老板 他来接受他的母校的采访的时候 就说哇我最近生意很好 然后我的公司年营业额 已经突破10亿元这样子 我想说你赚这个战争 才赚得也不低调一点 就是有点夸张 对然后后来就发现很有趣 就2023年啊 台湾扩大工具机管制之后 他就没有再直接出口到俄罗斯去了 可是我们看到他原本 原本代理的很多的这些机器 开始转运到俄罗斯去 转运到土耳其 土耳其去 不好意思讲 转运到土耳其去 然后再从土耳其转运到俄罗斯去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案例 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从土耳其转运的这个模式 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 不过刚刚当然 当然德林有讲一个关键点 就在于说 对你不要因小失大 对不对 你那句整体来讲的话 你就说我们对俄罗斯出口是少的 可是显见看这家公司 艾姆逊的负责人 可能他的管道就只有俄罗斯啊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 就看完你们的报道 我的感觉就是 他可能他的联系的 或者是他熟悉的那个管道 只有俄罗斯啊 没有美国市场的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 因小失大的问题 因为我只会做这个市场啊 我十一赚的爽爽的 我为什么要因为你的一句话 然后我就要把我的财路都断掉呢 其实台湾这个吉胜 这个iMachine 他也有做印度的市场 他也不是只做俄罗斯 对但他市场没有做欧美嘛 感觉 有没有做我可能不对 但他主要确实是做 因为确实就像您说的 就是每一个厂商 他有自己他专注的市场跟路线 对那确实我们刚才讲说 就是不要因小失大 这个是从整体来看 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为了整体台湾产业做着想 而不是只是为了某一家厂商去做着想 所以这个是我们还是想要再次强调的事情 对啊 因为以前我看过一个场景 其实我觉得感触很深 我待会要说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跟李亦安 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对于我们出口到俄罗斯这件事情 对中小企业主的一个影响 我刚刚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曾经在一个 这个警察在取缔一个流动摊贩的时候 当然警察其实非常好心 他就跟他说 你怎么去找一些摊位 你不要这样 你罚钱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老先生就发飙了 他就说 呼一位 我说不知道 我哪有钱 我也去找啊 我的意思又说 其实像现在这样出口管制下 压死的都是这些 就是中小企业主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他可能也没什么政治的资源 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的一个资源 然后孤军奋战 然后你们就把门给关起来了 那这样对他来讲 我觉得也是蛮残酷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如果再讲一句话的话 就是说那也不是只有台湾卖 那你德国还不是卖 对不对 你德国还是偷卖过去 那一安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刚德林一定要讲一件事情 这样让你讲 刚才那个一安有讲到说 我们怎么去查到iMachine这家公司 我们完全都是从资料库里面爬输出来的 那一安他做了很多工作 就是上万笔的资料 他自己要一一去过滤 那他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台湾有一家iMachine 可是他在俄国的资料库里面 他刚才就很轻妙旦袭 就说他也查到一家iMachine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俄国的资料 其实是俄文 所以是一安他刚好懂一点点俄文 他去看那个俄文的时候 他把它发音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也是iMachine这样子 那我觉得还好一安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要不然其实这一条线我们可能追不出来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一安会俄语啊 学过一年啦 对了对了 就是还堪用 就是没有到很好 但是就是要做一些调查 可能你念得出来 刚好就是爱门逊被他念出来 我觉得他好厉害 我学了两年法文都还不会 法文我也学过两年 那你应该很会 法文比俄文好 法文我也觉得好难啊 没有俄文更难 对俄文更难啊 难怪你刚刚讲说你那个俄罗斯那个流亡记者的名字 你讲得好好听啊 对那就是 你再讲一次 Andreza Yakin 对你看这么很难念吧 可是我后来有讲 就是说我们来 我们来心平气的看这件事情啦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也不是只有台湾卖嘛 那当然我也不是替他说话啦 就是说你也不是只有台湾卖嘛 那你德国还不是卖嘛 而且说实在的 把所有的这个压力都在这个 iMachine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当中 他其实有讲说那不同公司嘛 对不对 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报导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有点怎么讲 就是觉得 就觉得美国就很流氓嘛 对 他今天就是想要制裁一个国家 然后就会拉着大家说 我们一起来制裁他 你不制裁的话 我还要施压你 那作为一个台湾中小企业 我当然会觉得很愤愤不平嘛 像比如说我们这次遇到很多厂商 就是说 你要招工具机 他不是只拿来做军用 他很多民生的东西 也是很需要他嘛 那你能说俄罗斯的人民 他不是全部的人都支持普丁啊 那如果你因为这个制裁 而伤害到俄罗斯的一般老百姓 你怎么样去判断 这件事情 所以我其实在做这个报导的时候 也觉得确实会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美国有点霸道 甚至我们在采访那个 美国那所有管制官的时候 他也会说 如果你真的没办法确定的东西 会不会流到俄罗斯去的话 我会建议你干脆不要出客 你就不要卖 不要出客 就不要卖了 对那这个当然讲起来轻描淡写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中小企业 我 我有很多远工要养嘛 对我是不要活了是吧 对啊 所以我确实也会遇到这种两难 但就是就像刚刚德林讲的 就是我们其实权衡了之后 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跟现象 是而且是台湾之前 台湾厂商之前可能没有遇到过的 但比如说像在1980年代 可能有些人有印象 就是日本曾经发生过东芝事件 就是那个时候东芝把工具机 非常高阶的工具机 卖到苏联去 一样就是之前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嘛 那后来被美国发现之后 美国对东芝进行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制裁 让东芝非常非常的惨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 我觉得日本就是我们的前车之舰啦 那台湾人之前比较没有遇过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以前在整个世界的产业链里面 我们就是在价值 附加价值的链的尾端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本来就不是什么最高阶最厉害的东西 所以没有人会管嘛 所以台湾厂商以前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 我们不止晶片很强 其实我们整体的制造业都在升级了 那未来会遇到更多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工具机 它可能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它是一个比较先冒出来的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真正希望大家关注的是 台湾的制造业在升级之后 接下来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 这样子出口管制的一些挑战 我们需要 我们希望提醒所有的中小企业 都要去认真去看待这件事情 不要因小事大 对 因为这件事情 终将会成为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你可以现在讲 就是说我这家公司跟那家公司 不同公司 我其实我要换个名字 或怎么样都可以 但这只是一时的而已 而且都抓得到 对 都抓得到 反走过都是留下的 对 而且懂俄文的人一定抓得到 还会懂俄语的人多不多 以前那个政大有俄语系 我还有同学去念那个 其实台湾在历史上跟俄罗斯 或是之前跟苏联的关系 一直都很微妙 对 就大家都以为说 我们就反共抗俄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其实中国跟俄罗斯 在中苏交俄之后 其实台湾也有在拉拢苏联 后来也是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好 甚至你知道我们其实 有很多厂商跟北韩 的关系也不错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厂商很厉害 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国际的夹缝中求生存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其实也有在一直来 其实都有在培育俄语的人才 只是大家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我要知己知彼啊 对啊 对啊 我不能因为讨厌你 然后我就没有这样的人才 然后我不了解你啊 对对对 而且国际政治也不是说 就是如果讨厌你就完全不去跟你接触 其实在这一次那个禁令之前 台湾的外贸协会带了很多厂商 工具机厂商到俄罗斯去举办那个会战 对 没错 那这样子行吗 那是在出口禁令之前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把这个市场视为 是一个很重要的潜力市场 它确实是行刑市场 对 可是你看吧 一个政策的一个改变 而且是美国 对吧 一个霸权的强制之下 然后就会让很多人的生计出问题 我们待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 还有我们报道者的记者李一安来谈一谈 你就说在那个出口禁令之前 台湾还把它当成是一个新兴市场来去招商 可是禁令一来之后 那当然也没有办法了 那现在工具机协会 我看到你们的报道是说 没有啦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出口到俄罗斯了 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一安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政府 它的出口管制是这样子 就是它不是完全禁止 对 它是说如果你的机器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高阶的没有 你就要先来跟我申请出口许可 输出许可证 但我们的政府现在的做法就是 实质上它完全不会合发任何许可证 所以它是实质禁止出口的罗斯 对所以就是才会有刚刚讲 就是从第三地嘛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篇报道刊出之后呢 就是工会当然也非常紧张嘛 甚至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有提出一些否认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否认 可能是一些借口 或是想要模糊焦点 对但我其实也知道 其实台湾政府非常为难 因为台湾的工具机产业 这几年其实状况很不好 大家都知道日元贬值变得很凶嘛 那我们的工具机 其实很大的一个竞争的对手是日本 那日本机器现在都比你便宜了 你作为一个台湾人 你会买台湾做的东西还是日本做的 日本 对啊 所以台湾的工具机厂 其实这件事很惨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工具机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 它的很重要的客户就是汽车厂商 对对对 那台湾的汽车产业是不是很弱 对吗 不像比如说你看日本跟德国 他们都有非常强大的汽车产业 所以他们的工具机生产出来之后 是可以自己在国内就直接卖掉 但台湾没有汽车产业可以卖 所以我们很仰赖国外的市场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 美国要去施压这件事情的时候 台湾的政府其实应该是很为难的 因为对我们的工具机产业来说 出口几乎就是最主要的市场 我们很难去做 真正去做管制 而且你真的要去做管制的话 你今天要卖到土耳其 卖到中国去 卖到其他地方去 你可能也都会很紧张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会不会 最后被卖到俄罗斯去 对啊对啊 那那个什么 美国会去跟德国讲说 你们也不要卖去吗 也会啊 也会啊 美国就是到处巡逻 跟海巡一样 因为我看你们的报道也讲 德国也卖过去了 他们也会去找土耳其官说 可是土耳其没在怕 因为土耳其他的地缘 跟他的 他在就是地缘政治上面的角色 跟地位是 他可以不太帅 不帅那个 美国在讲说 不太帅 因为他就是游走在两边之间 对那看了这篇报道 我觉得你在采访的时候很辛苦 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很纠结 那就是未来 该这些中小企业该怎么样自保呢 或者是再找出一条路来呢 其实我们这篇报道最主要就是说 要告诉这些中小企业主 你应该是说 其实你是有一些自保的手段的 就是说虽然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你要做禁止调查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做的 虽然最后搞不好 你的机器还是进到俄罗斯 可是如果你可以提出 你这中间 你有做任何禁止调查的证明 比如说我有去跟我的经销商讲 你不能去 或者说我有去查这个机器 是不是真的在经销商里面 就是这些禁止的调查 你有做 而且你把记录留下来 其实到时候 即使你的机器真的进到俄罗斯 你可能得到的惩罚 不会那么那么的严重 这是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是 现在的中小企业 他可能需要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他需要把禁止调查这个东西放进去 那具体的做法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次采访专家 他就会告诉我们说 你厂商就要去留意你的 比如说今天有个买家来接触你 你就要去注意说他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一些讯号 比如说今天这个买家你不认识 但是他的地址跟美国的尸体清单的一家公司 可能虽然他不同名 可是他地址是同一个 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有问题 他可能就是换了另外一名字想要来跟你买 或者说今天有一家公司 他可能明明是卖农药的 结果来跟你进晶片 或者来跟你进一些什么高阶工具机 这就很可疑嘛 有可能就是随便找一个公司 想要跟你进一些被禁止的东西 或者说今天他的货品他卖过去 你不知道他到底卖给谁 他的收件人是一个货运公司 我们这次在爬的时候 就会发现很多那种 很看起来就是有问题的一些交易 他的发货人或收货人 就是这种贸易公司 那总之就是如果你有看到 上面讲这些各式各样的警讯的时候 你自己就要就心里要有数嘛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你在出口之前不只 不能只看台湾自己 我们经济部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筛选名单 就是去看说 台湾这边有针对哪些国外的一些厂商去做禁止 那我们除了看台湾的名单之外 也要记得去看美国的名单 尤其是如果你的东西有使用到一定比例的美国原料 或者是美国技术 也包括技术 只要有使用到美国技术 你就要去特别小心说 今天你跟你做交易这个厂商 有没有在美国的名单上面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在做报道的时候 有用很多科技的工具 那个科技的工具其实是免费的 比如说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大家有用过 就知道你可以把那个小黄人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看到那个街景 就是真正看到说 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子 那比如说你今天拿到一个地址 你就可以去输入在Google地图里面 去看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一家工厂 或者真的有个仓库 他说他可能只是一个 比如说在一个公寓里面的一个奇怪的一个地址 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些警觉嘛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次也很大量使用到的一个网站 叫做Wayback Machine 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这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看到某一个网站 在过去历史上面的长相 因为有一些厂商 可能过去是出口到俄罗斯去 可是他现在就把这个资讯拿掉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机器去看 你就会发现 五年前他其实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 那总而言之就是 就像德林刚刚讲的 就是所有你这些做查证的这些过程 你最好都要留下记录 那这个记录最好要保存五年 因为从美国那边来讲 美国那边的法律的追处局 就是针对这种出口管制的法律追处局是五年 所以你所有刚刚说的这些 就是你都要做 然后要保存五年 那当然这个可能会对于 现在中小企业带来非常大量的 额外的成本需要去支出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查证 可是我比如说这些成本 可能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 我跟你讲 我看了这五个自保之道 说实在的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跟痛苦 以前你看台湾的厂商多有任性 就是哪里有机会 我皮箱拎着我就去开枪辟土了 可是现在要这么的大费周章 我觉得与其这个五个自保之道 我觉得其实保存五年之道都没有用 我个人的浅浅的建议 我觉得晶片一追踪 晶片一绑上去 你卖到哪里都知道 你唯一能够强化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的法尊跟你的法律 跟你的司法条件 就我碰到事情 我能够打官司 而且我能够打赢 要不然就是我不管这些了 我就去开拓其他市场 就把这些市场彻底放弃了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大家可以看报道者 有更多详细的一个报道 非常谢谢我们的方德林跟李一安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